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想好好跟你聊天 每周四晚上十点 由张明天跟大家聊聊天 好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大家晚安 欢迎收听《这样看香港》 现在是想跟你聊聊天的时间 我是主持人张明天 香港从港区国安法 再到现在的爱国者治港 现在的香港人民的生活 已经越来越没有办法自己掌握了 有条件的就是选择逃港离开香港 无法选择的就是留港 然后选择继续抗争 要不然就是选择任命 当个中共政府的乖宝宝 听话的小孩 叫干啥就干啥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 是不愿意当个乖宝宝的离港人 Andy 那他在台湾开了一间茶餐厅 那等一下呢 我们要来听听他的故事 那还有另外一位来宾是 我以前在媒体同样的好朋友 蓝月真 那因为他之前的工作 常常到香港出差 那时间点也刚好是在2017到19 有这个这段时间比较长到香港 那也就是反送中事件最高潮的时间点 那等一下呢 我们也要来 也要来请他跟我们分享一下 他在香港看到的 听到的这个感受的变化 所以我们欢迎两位来宾 Andy还有月真 哈喽 哈喽 好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先请Andy 就是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就是你选择在台湾创业的原因 跟香港的现在的局势有关系吗 哈喽 我叫Andy 其实讲到一开始我是在台湾念书 在台中读书 读了是读大学读四年的 那时候本来是很喜欢台湾 但是要在台湾找工作也不容易 所以本来打算为香港可能创业啊 开个店 但是香港的租金很贵哦 那时候找到一个店面可能要 8万多港币一个月 但是也还可以 因为人楼可能比较多 但是 香港政府跟台湾政府比较不一样的是 可能你要签两年的十月 可能你中途不晚了 你也要赔那个钱 那个很贵哦 所以到最后也是选择回来台湾 因为台湾政府比较保证住客了 因为也是赔一个月租金 还有押金可以拿回来 我跟很多香港客人朋友来到都说 那个细节要注意一下 不要给一些反动骗啊 那就 台湾这么好啊 台湾政府比较适合年轻人冲热 还有比较保证住客了 但是在香港可能政府已经不管了 就是可能好像有钱人吧 反动赚了永远也是赚很多 好像疫情也是 很多香港反动也是没有涨价 也是一直也是这个钱 弄到现在香港很多店 我朋友都说顶不住很多都 所以听起来您不是因为香港的局势的关系 您是因为香港跟台湾两地的租金文化的关系 选择到台湾创业 一半啊 因为那时候也 因为运动那时候其实也一直有开始 但是你也是看到香港政府也没有什么表态 它也是很残硬啊 那你也看不到未来 那最后也是选择来台湾比较安全 因为那时候香港很多话题都说 香港未来是没什么失望啊 很多公司都走啊 那慢慢现在也是看得到啊 真的很多人走啊 所以那时候走的时候是正确的 所以你一毕业 在选择未来你的职业的时候 你在评估这个港台两岸的 就是创业的这个评估过后 你就觉得说选择到台湾 然后还有包括香港一点局势这样子 综合考量之下你就选择在台湾 对 因为台湾 因为台湾 毕竟台湾跟香港很近嘛 很多 香港朋友啊 客人来到也说 我也问他们为什么来台湾 他们也说很近啊 一个小时就可以回去了 试试 你来了 但是你可能家人啊 朋友也在香港 有什么事 你也可以很快回去 是 你去到外国啊 可能很久太 坐过飞机太多小时啊 也不方便 那你选择在创业的初期是选择用开餐厅的方式 而不是选择其他领域 因为我记得你 你有跟我提到过说你读书的时候是 我读建筑的 对 建筑系 对 那你为什么不是先选择在台湾找工作 或者是做建筑相关领域啊 而是选择先开餐厅 一开始我只是我在读书读高中啊 在香港 也是朋友也在朋友里面的餐厅帮忙啊 也一起学啊 就是有时候也打算开一间餐厅也不错 因为那时候已经学到很多技术啊 那你看到别人做 你也为了 那为什么你不只开一间要帮人去打工啊 那你30岁前可以试试看啊 因为那时候没什么东西可以输嘛 但是你未来的可能会怕 现在趁年轻拼一拼嘛 这是普遍香港人的想法吗 因为台湾人不会这样想啊 香港人 台湾人会觉得说我先打工先到处学习 对不对 会先累积自己在职场的工作经验 然后自己存了一些钱 然后有一些经验跟人脉之后他才会选择创业 有啊我16岁就出来工作啦 是出来朋友里面帮忙 就是一边读书走一边做啊 所以可能我普遍有些朋友是一边读书啊 没有出来兼职啊 但是读高中 对啊就一边出来工作 一边工作一边读书 这跟台湾人还是很不一样耶 因为他们的工作经验累积 从他们读书的同时就在具备了 这个香港普遍都会出来工作啦 因为毕竟香港可能稍太贵了 可能大家都会出来工作啊赚点钱啊 然后学一学东西吧 嗯 可能是台湾人的薪资有点低吧 我觉得这个跟香港人 他一个勤劳的特性很有关 他们就是非常勤劳 我们是客家人也很勤劳啊 他们不一样 他们会很早的就做规划跟打算 他们的目标很明确 所以台湾人比较懵懵懂懂 就是在读书的时候还不知道自己要干嘛 我觉得是 因为香港人很多人都需要打工嘛 可能台湾比较幸福啦 台湾比较幸福 可能因为消费不用太多嘛 但是香港你可能去KTV啊吃个饭啊 你家里不是真的很有钱 你去玩那个钱 然后自己赚一点 比较可以买衣服啊 宽宽街啊 嗯嗯嗯嗯 所以你说你16岁 就在读书的同事就出来打工 然后你那个时候就已经有计划 想要的创业工作室开餐厅了 那时候还没决定的是 就是一边学一边做的时候 诶 那我身边的朋友都是做餐饮的 也是开餐厅的 他们也慢慢做到大厨啊 囊囊小在想 诶 那如果我再开一间餐厅 因为他们去开店啊 我也去帮忙 他们也说如果我开了 他们也会帮我啊 嗯嗯嗯 那先看自己的钥匙吧 如果有这个钥匙 那如果我开一间餐厅 会比较安全一点 嗯嗯嗯嗯嗯嗯嗯 那你是不是可以讲一下就是说 诶你开餐厅之后 然后呃你在这间店 然后呃 呃这个过程顺利吗 嗯不顺利 通常做生意一开始都是 不会顺利的 可能 但是 你要慢慢做 你就会发现一些细节啊 可能 口味啊 变化啊 还有 因为香港的 东西 跟台湾的东西 可能有点不一样 你可以找到一些 一样的批发 但是 有些也是找不到 你可能要 找另外一种 原物了 代替 但是那个味道会有点改变 你要慢慢尝试 一边调啊 那时候 滑动了很多个网上 一边试一边写那个比例啊 这样子要抓到很准 嗯 所以距离你计划开餐厅 你到开了这段时间 你花了多长时间 哦 如果 两年都有 两年多啊 两年 一年准备 有一年在弄 有些是 开的店也是一边在弄 一边在改变 嗯嗯嗯 包括找地点 包括设计 怎么装潢 找地点 那时候 用了三个月吧 在台北 因为我来台湾有在看 然后台北 那时候 其实也不太熟啦 因为那时候 现在的地点 可能在香港会很贵 因为它在搭马路 对 前面是台北车站嘛 对 但是 慢慢发现 台湾很多朋友啊 跟我说 不是 台湾原来是在 小站里面啊 马路不要太大 因为太大了 比较不会有人 人 不会有人 有人 有人 对 马路比较大 好像车比较多 人比较少 对 对 其实 开得很快 起得很快 比较不会看到力 对 可是你那边好像 生意还不错 现在因为 嗯 慢慢做的事 很多朋友给面子啊 不一样的介绍啊 介绍 所以 现在比较多客人 嗯嗯嗯 所以到目前为止 您是2019年开幕的 对 2019年开幕到现在2021年了 快两年的时间 一年半 一年半 一年半的时间 那 好像 台湾的客人反应不错 一开始 一开始 他们不喜欢的 因为一开始可能 配菜啊 味道啊 全部都不符合 台湾的口味啊 可能他们觉得 哎 为什么这样讲 我那么咸啊 一条菜都没有啊 然后 慢慢改变 一边尝试 然后 现在得到他们的应同啊 对 因为现在的客人 可能台湾的客人 有 吃成40% 都是 台湾的客人 他们都会 很多回头客 会回来吃 嗯 所以你慢慢 调整 符合台湾人口味的 这个餐点 对 哦 才慢慢把客人留住这样 可能 一定要给配菜啊 因为你 给个菜也 比较健康啊 然后口味 少一点油 少一点盐 不要太咸 不要太甜 其实也 可以了 这个部分 悦珍应该很有感觉 我看你刚刚 内伤得很严重 我觉得你想笑 就笑出来吧 没问题 因为她说 一条菜都没有 我真的是感触非常深 我之前去香港出差的时候 然后我们在办那个展览 然后中午 其实没有时间去吃饭 我们就会订那个外送 然后我想说 嗯 应该在台湾吃便当很习惯 就打开会有很多颜色啊 很多菜 还有一个主菜这样 然后满心 因为工作太累 香港人好多 我就觉得 要接待客户什么的 那中午放饭时间到 就特别开心 便当打开一看的时候 就嗯 只有肉 对就是满满的饭 一条菜 对一条 一条那个芥兰菜 然后上面就是几块肉 大概有一个手掌大 这样我就傻了 怎么会是这样 然后后来香港的那个朋友就跟我说 这很正常 对 有一条菜已经很好了 一条菜已经很好了 台湾 台湾已经 台湾人是被娇生冠养冠了 真的 对真的 我就觉得好 就这样了 我就过了那四天的生活 嗯好啊也习惯 我觉得他们的饭量很大 我还蛮惊讶 还是会吃饱 只是没有菜 对 会吃得很饱 但就是没有菜 那现在来顺便问问看月真 因为您在香港出菜时间点 刚好也碰到这场运动正在展开嘛 嗯 那你是不是可以分享一下 你在香港看到跟感受到的这个局势的这个变化 因为我在2017年的时候去那时候 已经其实之前有过雨伞运动了 可是好像对香港人来讲没有太大的变化 因为他们还是要工作 对 对 我们还是有生意上的往来 所以日常生活好像没有太大的改变 嗯嗯 对 然后就是会觉得说香港人的脚步依旧是很快啊 然后每天都是要努力赚钱赚钱赚钱 人生除了赚钱以外 好像没有什么更重要的事情 哈哈哈 这个Ending点头入道散 香港人压力蛮大的 对 脚步很快啊 然后我就觉得好像比较冷漠 相较于台湾人比起来 可是 嗯 后来我才知道另外一个原因 我先插个话 就是他们 因为他们会以为我们这种东方人脸孔都是大陆来的 所以就不太理我们 哦 因为他们也是被大陆人的所谓的观光啊 很多投资啊 或是很多的入侵之后 他们就不喜欢大陆人 是因为这些没有太礼貌的行为造成他们不喜欢 所以有一件T恤才很热卖 就I'm not Chinese 对对对对 对对对 你只要跟他说 欸你去店里面消费的时候 又说我台湾来 或是他们听你的口音 照你台湾来就是会友善很多 嗯嗯 对然后后来 出差的时候就是慢慢的经历到 呃香港的情势开始不一样 因为那时候我后来去 就是有一点点反送中的那个条例进行 然后他们有抗议啊 有去示威游行 那有一次刚好我出差就跟厂商有联系 我也是很好奇 我就问说欸 你们为什么要上街头抗争 那这个过不过对你们有什么差 他说其实是在之前雨伞运动的时候大家都没有感受 可是为了香港人的未来 他们觉得是不分年龄不分阶层 其实都要走出来 然后维护香港也是维护自己的未来 那我就觉得说欸怎么那么特别 因为是赚钱才是重要的嘛 嗯嗯 他们这个时候就发现了比赚钱更重要的东西 嗯 那我就想说欸 香港人有一点不一样了 我还蛮惊讶的 嗯嗯 对然后很难很难跟他们有什么比较好的往来 嗯对 我的厂商没有啦 我厂商人很好 欸也是有很好的一群香港人 嗯 在那时候就有认识到 嗯那有一次刚好是2019年7月 这是我记得最深的日子 因为那是我最后一次去香港 嗯对 那那时候去的时候我就找了厂商聊聊天 就说欸你们这次游行啊一直持续 那如果是台湾人的话 他们只要一听到政府说好 我们先暂缓这个条例 我们没有要实行了 我就说台湾人就很高兴 我们就不会再坚持的上街去抗争了 我说那你们为什么还要坚持 他说其实政府并没有真正的 对人民 让步或妥协 因为他们的诉求没有一向被回应 嗯对 但是这个诉求又关乎到每个人的未来 所以他们就继续坚持要去 街上表达他们的意见 嗯对然后我就觉得哇 香港人好聪明啊 真的所以你出差的这段时间目睹了香港人觉醒的过程 对其实是 就看他们在忙忙活活的在经济利益上打转 然后一直到他们觉得争取诉求 我觉得这一点比台湾人好太多了 对真的很不一样 因为以前去就是聊工作啊 说我带你去哪里吃好吃的啊 但现在去就觉得说 现在他们怎么样想他们的未来 我觉得差很多 这一点Eddie有想要补充吗 嗯 我反而觉得台湾比较棒 因为好像高雄的时候不是要半面 但是我们上岗就觉得 哇台湾为什么可以 哇厉害哦 其实我们上岗就是做不到 节点嘛 所以我们比较喜欢台湾 但是制度问题 香港人没有办法啊 对啦 但是至少台湾能做到 就是你说不喜欢这个市场 哇真的可以半面了 三街就可以了 三街多少街都不行 现在完全没法 现在爱国者制港 你那种制度 你完全就只能爱中共的人 你才有办法当当议员 当立法委员 或者是当行政首长 嗯 好那我们节目到这边 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好欢迎回来 我们刚刚知道了香港跟台湾人 有点互相欣赏 对这场运动 相见很晚 相见很晚 对对对对 就是台湾人 没想到 我这我一点难 就是 这我听到的资讯有点落差 因为我听到很多香港人 是觉得 对台湾人的国际观很看不起 哦这个 他们可能比较少接触一些台湾人吧 哦 因为我平常接触的 很多台湾人 其实是国际观蛮厉害的 对外国发生什么事啊 客群的问题 接触朋友的问题 对 了解 很好很好 但是听起来就是 台湾人有欣赏香港人的一面 然后香港人也就是有欣赏台湾人的一面 都不太一样 那因为 就是我们刚刚也知道了 香港这场运动对香港人的影响嘛 那也知道了 刚刚 到底有没有讲到Andy的茶餐厅叫做九月茶餐厅 还没 还没 还没讲到齁 对对对对不起 就是再跟大家补充一下 Andy开的茶餐厅叫做九月茶餐厅 那Andy刚刚也提到说 他的餐厅选择在台湾成立的原因嘛 那已经开展了快要两年 那声音也很不错 那调整口味 那台湾人也都很喜欢你的餐点 那是不是可以多谈一点你对这间店的期待 期待 嗯 要直接说嘛 直接说嘛 有什么秘密吗 开店 开店就是赚钱 赚钱 对啊 很务实 很好很好很好 很香港人 很好 但是你赚到钱了 因为你做什么事 你最基本性有能力 如果你没有能力 你就帮不了别人 没错 现在是有能力了 那就可以去帮助别人啦 但是要不停的 弄到自己更有多的能力 去帮更多的人 嗯 现在可能在台湾 慢慢发现很多香港的人啊 刚刚隔离完就出来 然后 刚好台北切站就出来说 刚刚隔离完 我都有点担心 你隔离完多少天 哈哈哈 OK啦 几天可以来可以安全了 因为有 也 但是台湾蛮安全的真的是 是 是他们对台湾可能不太舒适 因为他们实时很快就 离开香港也没有想太多 调查太多 难道可能 没什么朋友啊 什么都不懂啊 然后刚刚来大家就 问很多问题啊 然后 招了以沙发跟他 因为我可能也 不是真的很 专业啊 可能 刚好附近 有香港的朋友也坐下来 还是香港的客人 这位 有时间跟他们说 哎不如一起坐下来 溜溜天啊 你们招望 心事啊 招过朋友在台湾有什么 可以出来溜天吃饭啊 他们比较 开心 因为 其实很多 香港客人 我有问他们 咦 有没有意思 在台湾的香港朋友 他们说 没有啊 自己过来啊 其实 但是 大部分的香港人 在香港的时候 太冷漠了 嗯 你去到别的餐厅 你听到是香港人 你不会想 开口跟他聊天 对 因为 习惯了 你冒言 跟别人聊天 人家又不知道怎么看你啊 习惯了 可能 香港会有一种 距离感 为了安全 不知道你是什么目的 但是在餐厅里面 可能 因为他们无散都认识我 然后我就做他们的终结人 那他们就比较会放上能够接心 会觉得安全 就可以聊天啊 就会比较开心一点 这样子 聊了很多个小时就可以 嗯哼哼 你刚刚的意思是说 就是你 对这间店的期待 就是首先是要赚钱 你才可以帮助更多的人 对 然后还有在你这间店里面 你 把很多人 互相做了一个连结 然后 让他们在台湾 就是可能有一个 依赖的地方 一个避风港的地方 就包括 连结香港 呃在台湾的香港人 还有台湾人 是这样子吗 对 等他们 因为来到可能 试过之前 自己来台湾读书啊 其实 什么都不知道啊 对 有点弥漫的 但是如果 我来走了 可能 能帮多少 是 他们只会 走错几步吧 会比较快 拥有台湾的思维 还有 会提醒他们 有什么注意啊 可能 长毛不要太大声啊 礼貌一点啊 对 你希望您这间店 在台湾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嗯 可能 不是找事 可能当普通的 香港朋友来到啊 一起聊聊天 开开心心 就好了 当一个 喝茶啊 的地方就可以了 然后 他们有什么问题 就帮他们找一些 哦 我有个客人是什么 专业的啊 那我就帮你找 让你们自己去认识就好了 嗯 你这样讲有点谦虚耶 没有啊 其实 蛮好玩的这样子 是当一个平台啊 大家聊聊天啊 是 很多客人来到会觉得 哦 一定会碰到其他上海人啊 聊聊天啊 因为 很久没讲寓语了 会 挨人一下 走过来可能讲一讲 聊聊天 嗯 因为 你 除了当一个平台以外 我记得你还有一些 就是 就是 期望 就是说可以帮助到台湾 哦 对 对不对 之前是有派饭啊 派个人吃饭 是因为 当你有能力了 我想怎么帮助香港啊 但是可能 有些很大的 要帮助香港 我就可能就不大 我的能力有限 那我在台湾的 只能做一些 实在的事吧 譬如 更多的台湾人喜欢香港人啊 那时候想了很久 怎么样可以 令其他台湾的民众 喜欢 香港人啊 对我们改变 因为我们香港 在很多台湾的 民众 可能也是很冷漠啊 为了赚钱啊 不会 你其他人啊 那时候在想 那不如派饭吧 是做一点 公益 其他台湾民众啊 朋友觉得 哦原来香港人现在变了 不是这样子 因为 现在 一年前台湾政府 还会 比较帮助 香港人啊 但是慢慢现在发现 其实很多东西都 停了 是不再讲了 审查的这个 标准比较高一点 对 很多都 没讲了 然后上海学上来读书 然后很多事情 可能 停在之前的 一个点吧 可能 台湾民众 比较 淡了 香港这个 事情 因为台湾政府 做什么 都要心看台湾民众 如果台湾民众 对对对 习惯上海人 那台湾政府 都会比较帮助我们 但是 我们之前就是 太多 上海人来到台湾 可能给 政府带来一些 对压力啊 还有一些全部会 刻意 写很多夸张的 说上海怎么样 什么 其实也不是 因为现在也是占少数而已 嗯嗯 但是台湾民众 可能会慢慢觉得 哦 上海人来到 炒房子啊 什么什么 那我们 如果来走了 的上海人 可以做什么 可能做一些公益啊 帮助台湾人啊 可以 怎么 互相帮忙 帮忙吧 一起成长 因为台湾好 我们才会好嘛 我们已经决定了台湾 对对对 没错 不会一直扮演一个 就是被 可以 帮助者的角色 对在港人 在台湾 不要一直是这个角色 应该是 尽可能的去 想说 怎么也扮演一个 可以助人 帮助台湾的角色 公同努力吧 是是 像蛮好的 因为九月茶谈厅 在香港应该会被 视为黄店 就是台湾的朋友 可能比较没有 黄蓝的概念 我在这边也是 再介绍一下 大概就是说 黄色就是黄丝嘛 那他们的理念 就是比较支持 抗争者 那蓝丝呢 就是比较 立场比较倾向于 北京政府 或者是港府的 那所以黄店呢 就是他们的理念 就是比较 光复香港的那一派 那所以也有很多人说 香港人虽然没有选票 但是我们有钞票 好 我们可以有这个 这个用钞票来表达 我们对黄店 或蓝店的支持 好 那所以请问月珍 就是因为现在 呃 台湾也有越来越多 称之为 黄店的这个店家 那你 会因为他们的理念 或者是立场 去选择消费 或者是不消费吗 会 嗯 因为其实 我们一个人消费的金额 虽然很少 可是他们 我们每个人去消费之后 他们背后的那个意义 跟营收 如果总体大了的话 嗯 就像Andy刚刚讲的 他有能力的 他可以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 如果是做了 是对对的事情 对社会良善 对台湾好 那当然是很好 嗯 那如果我们的钱 如果都流向 呃所谓的蓝丝店啊 蓝店那一种 的时候去 那最后的操控的人 其实是中国共产党 这个政府 那钱都流到那边去的时候呢 你的小小的钱 汇集也变成多了 嗯 那那他用这个钱去做什么 当然就是做更多的坏事 嗯 所以我会觉得说 一个人的力量 虽然很小 但是 聚集起来也一定会变得很大 所以我会有理念的去选择一些店 嗯 在你刚好生活 有需要消费的时候 然后你会选择把钱花在 呃里面跟你比较相近的店家 对 嗯 那如果你知道 你发现它是蓝店 你会怎么做 就不要去 然后朋友朋友有说 欸这家很好吃啊 什么的 我就说欸 可是他连锁啊 然后我上网查 是蓝店 我们就换别家 那如果 那如果它是 黄店但是不好吃怎么办 就去一次 哈哈哈 一次会去就去一次 对去一次 但是如果它是蓝店 然后非常好吃怎么办 嗯 再怎么好吃都会有替代品啊 哦 对 不可能这家唯一好吃它 别人没有办法找到更好吃 或是跟他一样好吃的 哈哈哈 就是 开餐饮店 我觉得最重要的 还是 它的本质就是 餐饮要好 那是品质好 口味好 你这样才可以永续经营吗 对 你刚刚有想要补充吗 台湾很多蓝店吗 哈哈哈 哦集团 集团是比较大的 对像因为集团 他们在全世界各地都要落地嘛 都要有代理嘛 哦有些饮料店 对 饮料店或者是 钢店啊餐饮 反正很多啦都很多 哈哈哈 越来越明显了 哈哈哈 没关系 我虽然不知道什么店 你私底下在传群組跟我说 可以 这没问题 我也是略有研究一番 Andy不知道 也传计你跟他说 还一边跟一些学生朋友啊 调查一下 在哪一间是蓝店 因为有些可能很秘密的 不知道 哦真的哦这个我倒不知道 比较 目标比较大的 那个我一定知道 对目标比较大的 但是秘密的话就 它秘密为什么要秘密 为什么要掩盖它是蓝店的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 咨询哦 好呢因为我觉得每个人的消费动机 都是一种体现你心中价值观的展现啊 嗯 就是譬如说像你的穿着 比如说你穿Armani 或者是你开什么车 好你选择出路边摊 就是不管你 购买这个产品是为了解决你生活中的问题 还是去支持这个产品 它背后的理念 都决定着你是谁 你是什么样的人 但是反过来说 今天您身为一个店家 就是你除了你 呃去传递你的理念之外呢 还有为这个产品的品质把关好 好把这个产品做好 或者是呃去创造一个好的产品 设计一个好的产品 去丰富这个社会 好 就是去解决这个使用者的困难 也是一种一个很重要的理念 对吧 好听众朋友们 就是您身重价值观是什么呢 欢迎写信 来跟我们说您的看法 那我的email是 tomorrow3095 atgmail.com tomorrow3095 小老鼠gmail.com 那你也可以到各大Podcast找我们 那我们下周同一时间 再会